有深度的中医药沿路,有方向的中医药文化传承 清囊异路寻回中医失落的元神,挖掘民间土方 宴方、秘方,给有需要的人以帮助 受人玫瑰手流鱼香 很多高血压患者长期服药,一提到吃药就头疼 这时候建议大家去药店买穿胸30克 无助于30克,打成细粉,混合后装罐备用 用时每次5克,温水或石醋调成糊状填塞在肚脐里 用射箱撞骨膏固定好,很多人用完后发现 这个方法比吃酱鸭要好用 而且腿脚有劲,头脑清爽 先来看川胸,川胸在中药中类别属于活血区医药 腺胃归精,心,温,归肝,胆,心包精 应其心温行散,入血走气,上行头鹅 下走血海,善于活血行气 屈风止痛,但凡是气质血医者用之最宜 被誉为血中之气药 痛症优先考虑用到川胸,比如头痛,痛筋 产后腹痛,胸臂心痛,风湿臂痛,鞋肋作痛 肢体麻木疼痛,跌打损伤痛等等 无助于属于重要类别中的温理药 腺胃归精,心,苦,热,有小毒,归肝,脾,胃精 善于温中散寒止痛,能输肝下气,造湿助养而止血 因其有小毒,内服剂量要求3-5克,外用游移 中医认为,肝属木,皮属土,木刻土 土反过来也制约木 高血压是肝气过于抗盛 别的脏气不能制约它导致的,无助于性温,可以补皮痒 皮痒足了,肝气自然受到约束,血压就能降下来了 为什么通过肚脐给药会如此神奇的功效呢? 在人体365个学位中 神缺学肚脐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位 中医认为神缺学是五脏六腹之根,原神归藏之本 能联系人体所有的脏腹经脉 胎儿在母体内生长,是通过这个学位吸收营养 滋养全身的 孩子出生后这个通道闭合了 但是它的神奇功效还在 现代医学证明肚脐是腹壁最薄的地方 有利于药物吸收,把药物附在肚脐上 药物通过皮肤能很好地渗透到全身 而且药效持续时间更长,作用直接,使用方便 一般建议大家使用肚脐给药的并不多 就是简单的脊胃药,那么这些方法能管用 疑问随着使用会逐一解开,因为有的人体感好的 一两个小时就看到了效果,比如芳香浓烈的药 贴敷后嘴巴里很快就有了味道 这说明药物的有效成分 已经随着人体的气血经液输不全身 这个给药路径跟口服药没有区别 肚脐虽然尝不出味道,但是效果不会打折扣的